我在路边捡了个半死不活的奶娃娃回家 我把她捡回家时 手里只有四两银子 一两用来添置冬衣 一两用于日常采买 剩下那二两 打算送弟弟萧儿去上私塾 可郎中说 奶娃娃受了很重的伤 就她至少要花二两银子 我寻思着 大不了今年冬天节衣缩食 不买郁寒衣物便是 于是我从枕头底下掏出银子 擦的赠量后把它交给郎中 郎中这才给奶娃娃拔了刀 又仔细缝合伤口 做完这些 她指着发热的孩子 叹了口气 生死有命 能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就看她的命数了 郎中走后 奶娃娃高热不退 我和萧儿守了一夜 她也没能睁眼 萧儿把热毛巾敷在她的额头上 翻出这几年积攒的铜钱 阿姐 她要是醒不来 我们就买个好官 把她葬了吧 就在我们都以为奶娃娃要死了的时候 她熬过来了 只是孩子可怜 烧坏了脑子 她清醒后地投一句话 便是指着我和萧儿 脑道 大胆刁民 竟敢害本公主 奶娃娃说她叫玉宁 是宫里的公主 可谁家公主灰头土脸 一身是伤 还穿着粗布麻衣 她饿了许多天 眼看小脸都瘦了一圈 我连忙给她喂面汤 玉宁一开始抗拒得厉害 明明没有力气 却还凶巴巴地冲我喊 你分明是想给本公主喂毒 本公主才不喝 七八岁的孩子哪有我的力气大 我把面汤喂进她的嘴里后 她愣了一下 朝我眨了眨眼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好喝 她把面汤喝了个干净 舔了舔嘴角 问我 还有吗 巧了 我这别的没有 就面汤多 父母顽顾后 我开了一家面摊 拉扯着七岁的萧儿长大 我做的鸡蛋面香飘十里 料还放得足 几年下来 积攒了不少回头客 这儿面汤管够 我又给她盛了碗 这次加了点面 你家住哪 我把你送回去 玉宁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抱着我的胳膊 小声说 我爹死了 娘也被坏人害了 你能收留我吗 我还没开口 萧儿就先一步回答 当然可以 我阿姐可善良了 家中本就不宽裕 要是再养一个人 我身上的担子会很重 可面前两双眼睛阴阴地望着我 我转念一想 不就多一双筷子的事吗 半大的孩子能吃多少东西啊 从我嘴里省一点 也够她吃饱了 于是我点了点头 在两个孩子的欢呼中 扫兴得道 留下可以 不过得给我干活 萧儿负责取井水 记账 玉宁帮我盛汤面端给客人 夏天的日头毒辣 把两个小孩晒得有黑发亮 特别是玉宁 原先是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 和我出了几天摊后 越来越黑 浑身只剩牙是白的了 她是个受不得苦的性子 端晚时撒了点汤 被客人说了两嘴 便气鼓鼓地跑到我这抱怨 本公主都屈尊匠跪给他们盛汤了 他们怎么还有脸骂骂咧咧 萧儿会在这时取笑她 姑奶奶 快醒醒吧 你要是公主 我还是大将军呢 然后在吃饭时 一边拿筷子戳玉宁的脸蛋 一边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加给玉宁 小姑奶奶 你多吃点 长身体呢 玉宁吃下两个鸡蛋后 这气也就消了 就在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时 玉宁忽然在摊子上昏了过去 怎么喊都叫不行 郎中说 玉宁得的是贵人病 她先天患有心急 得用上好的药材喂着才行 要不然 怕是活不过十岁 我一听就慌了 连忙让郎中抓药 你可想清楚了 这要每半个月吃一副 一副就要一两银子 玉宁昏迷着 什么也听不见 萧儿听后咬了咬牙 阿姐 大不了我不去私塾读书了 我给人做小工 也能赚点钱 我让他闭嘴 将用帕子包好的几两碎银交给郎中 开药吧 玉宁喝药时很乖 她还小心翼翼地试探我 阿姐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你会不要我吗 说什么胡话 是还没睡醒吗 我拧着她的耳朵 从那以后 我出滩的时辰比原先更早 回去得也更晚 隔壁惠芳婶子笑话我 阿生 你是掉进前眼里了吗 怎么这么拼命 我就着烛火给玉宁缝衣服 缺钱被 可钱来得慢 花得却快 眼看着须不上玉宁的药费后 我敲响了惠芳婶的家门 得知我是来借钱的后 一向温和的惠芳婶大发雷霆 指着我就骂 阿生 你是不是傻子 半个月一两银子 一年就是二十四两 为了个非亲非故的丫头骗子 你要搭进去这么多钱 此时天气已经转凉 一阵冷风吹来 我瑟缩地拢了拢袖子 她捏折我的衣脚 就穿这点 你是要冻死自己吗 你家那丫头可爱是可爱 但就是个无底洞 钱要是借给你们 断断是要不回来的 说者 她扭头就往屋里走 惠芳婶说得对 我这哪里是在借钱 分明是要钱啊 我轻轻扇了自己一巴掌 觉得自己着实有些厚颜无耻 我转身正准备回家 惠芳婶却抱着一叠衣服出来 手里还拎着个布袋 我家男人在外面做长工 能挣钱 给我寄了不少银子 这些钱你收着 应该够给玉宁那丫头吃几个月的药了 旁的我也帮不了你 你把这些冬衣拿去 我的冬衣给你穿 我家两个娃娃的衣服 可以给萧儿和玉宁穿 天气冷了 别让孩子跟你冻着 我听后只觉得眼眶湿润 手里沉甸甸的 沈姿 谢谢你啊 惠芳婶将我送回了家 咱们都是穷苦人家 互相帮衬着点 也是应该 你年纪大了 也要考虑考虑自己的亲事了 那晚回去 我给玉宁和萧儿带了厚厚的袄子 惠芳婶把袄子洗得很干净 都是暖哄哄的太阳味道 玉宁挑了件桃粉色的穿上 喜欢得不得了 晚上 她躲在我的怀里 开心地说 阿姐 跟着你真好 比宫里好多了 我睡眼朦胧 含糊地问她 成日把宫里挂在嘴边 说得像是你真去过一样 玉宁好像回答了 又好像没有回答 我太累了 一沾床就睡 实在记不得 可没多久 惠芳婶家就出事了 她家男人在做工时摔倒 头着地 没了 惠芳婶来我家要钱 她红着脸 极其艰难地开口 阿生 那钱原本是想送给你的 可 可我男人没了 我又不会挣钱 全指望着那点积蓄 她低下头 仿佛觉得很羞耻般问我 你看 那钱 你能不能 婶儿 我用了二两 我把布袋还给她 这些是剩下的 我还没动过 那二两银子 我攒够了钱就还给你 惠芳婶拎着布袋 哭了出来 她对折我千恩万谢 说我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可她好像忘记了 这钱是她给我的 明明是她帮了我 怎么反倒成了她来谢我呢 惠芳婶筹着她家的生计 我筹着玉宁的病 和肖儿的学费 光靠我卖汤面 是付不起这些钱的 我苦苦思索了一段时日 终于想到了个好主意 我把自己给卖了 卖给城东的富商张家 张家见我干活麻利 人长得还行 便想让我给她家小姐做贴身丫鬟 他们说 每个月的阅历就有一两银子 张大小姐出手阔绰 常给下人分赏钱 这样算下来 堪堪够玉宁的药费 而且张家有自己的私塾 下人的孩子也能旁听 肖儿上学的事情也有了着落 美中不足的是 张家签的是死器 我回去后和两个孩子说 以后不出贪了 肖儿正居了捧井水洗脸 听后抬头问我 阿姐 怎么了 我撞似无所谓地道 开面摊太累了 我寻思着换个生计 刚好张家在招丫鬟 我准备过去 玉宁咬面地手一顿 愣愣地看着我 阿姐 你要去做丫鬟 对啊 我用帕子给她擦干净脸 做丫鬟好嘞 不用起早贪黑熬汤出贪 我一过去就是大丫鬟呢 玉宁睁大了毛子 做丫鬟有什么好 主子要骂便骂 要打便打 阿姐 你怎么能去干这种活 我哑然失笑 你这话说的 旁人都能做 我有什么做不得的 不行 玉宁的情绪很激动 脸色胀得通红 那是要伺候人的 夜里还不能着假 阿姐要是去了 我想见你一面都难 咱们这样过日子不好吗 阿姐你要是累 那我和萧哥就多干点活 或者我少吃一点也成 我摇了摇头 玉宁 主要是咱家现在缺钱 没有钱 我们可以一起挣啊 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一起不行吗 玉宁连面都顾不得吃了 阿姐 我是不会让你去做丫鬟的 我闻着炉子里传来的药味 莫名有些心烦 玉宁不知道 我已经选了一条稍微好点的出路了 本来成熙的木匠想娶我为妻 他年纪颇大 但家境殷实 说我婚后照顾他一家老小便好 我没答应 去做丫鬟 至少我还是在用自己的双手挣钱 够了 别闹了 我闭上了眼 将要端到他的面前 我是在通知你们 不是和你们商量 阿姐 钱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你现在连我和萧哥都不要了 他气急之下 失手打翻了药碗 墨色的药汤流了一地 一股难闻的刺鼻味充斥着整个房间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两银子 没了 我没再理他 有些疲惫地合上了房门 他怦怦地拍门 气鼓鼓地说 阿姐 你是本公主的家人 怎么可以给人做丫鬟 还是萧儿拉住了她 阿姐她是走投无路才这样的 萧儿终究将实情告诉了她 宁儿妹妹 你这病太烧钱了 阿姐她也没法呀 我原以为玉宁知道原因后能消停点 结果第二日 萧儿慌慌张张地跑来 说 玉宁不见了 她只留了张字条 本公主绝不拖累阿姐 这乃娃娃 是闹离家出走 我和萧儿立刻兵分两路寻她 走遍了大街小巷 连茅厕都没放过 可怎么也没找到人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黑 我的心秃秃直跳 后来 我是被惠芳沈拽回去的 她揪着我的衣服 阿生 不得了喽 宫里来了个太监 就在你家门口嘞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惠芳沈回家 还真是个面白无须的公公 手里拿着个托盘 上面盖着帕子 瞧见我后 她掀开帕子 露出一盘子的黄金 皇上感激您照顾玉宁公主 这些是赏您的 我呆呆地看着她 她的嘴一张一合 说得明明都是人话 拼凑在一起我却听不懂了 公主希望您当她皇嫂 皇上宣您进宫 想当面问问您 可愿入宫为妃 我被金子谎花了眼 茫然地看着公公 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我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遇您平安 那真是太好了 她是宫里的公主 吃得起昂贵的药 再也不用担心活不过十岁了 见我久久没有言语 公公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阿生姑娘是被这破天的富贵惊到了吧 还愣着做什么 快随咱家进宫啊 我以为皇上高高在上 难以接近 可温云身着悬色长袍 听见脚步身后侧手回眸 朝着我微微一笑 拱手致谢 多谢阿生姑娘就下阵的妹妹 她生得好看 眉眼清俊 像是从画本资里走出来的人 说话时眼眸弯弯 盛满了笑意 不像是九五之尊 道河青山学院里的书生 没什么两样 我闪身避开 支支吾吾地说 应 应该的 阿姐 欲宁不知从哪个角落跑了出来 紧紧搂住了我的腰 阿姐 我回宫了 你也入宫陪我好吗 我想请您当我的黄嫂 我被吓得说不出话 连忙捂住了她的嘴 可温云却丝毫不恼 还摸了摸她的头 玉宁从小没有母亲 身边除了朕也没什么亲近的人 难得这么喜欢你 她微微低头 凝视着我的眸子 认真地问我 阿生姑娘 你可愿入宫为妃 入宫为妃 我虽不了解皇宫 可也听过许多传闻 都说君恩如流水 今日爱你娇称 明日喜她洒脱 可厌倦之后 娇称就是坐坐 洒脱成了无德 于是 在两双七代的目光下 我缓缓摇了摇头 跪倒在地 多谢皇上垂怜 可民女普柳之姿 不配坐皇上妃嫔 我话音刚落 玉宁眼里的神采 一下子便熄灭了 她想说些什么 温云却按住了她的手 没让她说出来 公主 我也不去张家做丫鬟了 我会继续吃小面瘫 你若是想吃 只管找我便是 在我这里 面汤肯定管够 温云叹了口气 伸手将我扶起 玉宁扁了别嘴 垂着头 坠满珍珠的袖鞋 越来越湿 她抽抽搭搭地吸着鼻子 阿姐 宫便那日 皇兄给我换上粗布麻衣 要把我从地道送出宫去 可我还是被人发现了 他们往我身上扎刀 我痛得闭上了眼 其实 那时我是清醒的 我知道自己被遗弃在路边 也知道很多人从我身边经过 有的说我晦气 有的说我可怜 可没有一个人把我捡回家 给我花钱治病 我一点点绝望 昏了过去 我以为我要死了 可我再次睁眼时 却在阿姐的床上 一盏昏黄的油灯染者 阿姐伸手给我递了碗全世界最好喝的面汤 萧哥脱腮 在旁边朝着我笑 他越说越是哽咽 紧紧攥着我的袖子 阿姐 我舍不得你和萧哥 你不肯入宫 那我就出宫行吗 我让皇兄按时送药过来 保证不连累你 我继续帮你盛面汤 萧哥要去面书的话 我还可以帮你记账 打水 洗碗 看着温云渐渐促起的眉心 我知道 这是自然是不可能的 萧儿要读书 你也要上学呀 我连忙帮她擦掉眼泪 可她的眼泪像掉了线的珠子一样 怎么也止不住 玉宁没有朝我发脾气 却在生温云的气 她蛮横地朝她脑道 都是你 我叫你给我点钱 把我送出宫去 你偏要将我扣下 还骗我说能让阿姐入宫 她点起脚捶着温云的心口 又是气又是难过 温云一脸无奈 单手握住了她的双腕 用指腹抹掉她的眼泪 然后求助地看向了我 半是商量 半是哀求 阿生姑娘 若是入宫为女官的话 你看成吗 我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连女官是什么都不知道 等反应过来时 已经点头答应了 说完我开始后悔了 我除了主面 什么也不会啊 可隔壁玉宁的欢呼声太大 反悔的话抵在舌尖 千回百转 终究怎么也说不出口 萧哥呢 阿姐 我也想天天看见萧哥 温云继续和我商量 阿生姑娘 元宵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吧 不如就让她当公主半读 你看成吗 那 成吧 我回家收拾行李时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萧儿让我打她一下 啊 阿姐 我总感觉不太真实 谁不是呢 入宫之前 我去找了惠芳婶姿 我还欠她二两银子 如今我手上宽裕 把黄金还给了她 惠芳婶目瞪口呆 用力咬了咬 磕得牙疼之后 又把黄金还给了我 阿生 这太贵重了 我只借你二两 你别还这么多 我手里还有些钱 寻思着过几日带孩子回幽州娘家 等回了娘家 用钱的地方就少了 再过些年 虎子长大了 也能出去做工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我又把黄金塞给了惠芳婶 去幽州路途遥远 即便是回了娘家 你多点银钱傍身 底气也足一些 惠芳婶看着怀里的金子 又抹起眼泪 阿生 你这么帮我 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 可街坊邻居这么多年 大多都是沈姿在帮我 惠芳婶说 去了幽州 也会和我书信往来 我笑着说好 那日过后 园祭面摊没有再开 我和萧儿一块进了宫 入宫后我才知晓 我这女官 司长宫廷礼仪 手下还有百来好人 百日礼 玉宁和萧儿一块读书 我学礼仪 也学管事 到了傍晚 我们三人便凑在一块谈天 有时 温云也会过来坐坐 这日 我正准备去上宜局 路过玉花园时 突然下了瓢泼大雨 我等了许久 也没见雨有亭的意思 便跑到假山时候躲雨 后来雨迟迟没停 我的头顶上方 却多了把伞 温云站在我的身后 弯起眉眼 方才看见山石头厚黄色的影子晃动 还以为玉花园里来了一只橘猫 走进来一瞧 这才发现 原来是猫在躲雨 也是巧 她刚说完这话 当真有只橘猫跑来 擦着我的衣脚 闪身躲进了树丛中 我被猫结结实实吓了一跳 脚一滑 撞上了假山石壁 崴了 温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致 和我对望一眼 能走吗 我看着肿起的脚踝 单脚跳回去 应该不成问题 也不知这话哪里戳中了温云的笑点 她轻轻笑出了声 算了 朕送你回去吧 说完 她拦腰抱住了我 雨打在伞面上 雨声滴滴答答 我看见油纸伞上雨落下的形状 还有温云流畅分明的轮廓 我小声提醒她 其实皇上帮我找根拐杖就行 原以为温云寿靴 可她倒是有劲 抱得稳稳当当 你可是朕辛辛苦苦请进宫来的女官 不能有半点闪失 要不然了 公主拿阵石问 她抱着我走在狭长的宫道上 原先不觉得宫道有多长 今日却像是没有尽头 刚好赶上玉宁和萧儿下学堂 玉宁睁大了眼 跑过来仔细一看 悠了一声 温云连忙解释 阿声的脚崴了 朕送她回去 阿姐受伤了 萧儿立刻站住 做事就要把我背回去 我带阿姐回去 傻子 玉宁拧着萧儿的耳朵 将她揪走 不知为何 看着她俩的背影 温云悄悄红了耳根 自那以后 温云更常来玉宁这座 可温云一来 玉宁便找借口溜走 还眶萧儿一起离开 徒留我和温云尴尬地闲扯 然后我给她煮面 她给我温茶 她说我这鸡蛋面又香又软 我夸她泡得茶清香且回甘 后来 我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萧儿和玉宁之间 很不对劲 萧儿是个木头疙瘩 可这几日突然跑来 问我姑娘家喜欢什么礼物 我寻思着 我的生辰要到了 她大抵是想给我送生辰礼 腌制水粉 玉簪银钗 亦或是亲手烧菜 只要是用了心 都会喜欢的 萧儿偷偷跑出了宫 回来时 怀里揣了只碧玉簪子和一袋香丝子 往后几日 萧儿下学了也不来谈天 就躲在房里磨珠子 我忍不住想 她送我香丝子手串 是不是有点不对味啊 生辰那日 碧玉簪插在了我的臂边 手串却没见踪影 倒是温云 堂堂皇帝 不知犯什么魂 非要亲手烧菜 她还真烧了一桌子菜 有鱼香茄子 肉末豆腐 虾仁炒蛋 还有一大盆子菜淡花汤 朕自己做的家常菜 虽然不比御膳房做的好吃 但盛在里面藏了心意 许是热气腾腾 温云的脸颊 红得厉害 像是春日熟透了的莓果 那晚 我们四个人围着圆桌 举杯供庆我的生辰 玉宁吃醉了酒后 懒懒靠在我的怀里 给我戴上了一串红宝石项链 和绿翡翠镯子 阿姐 镯子是我送的 至于这项链 是皇兄非要我戴送的 他面子太薄了 玉宁说完 就手舞足蹈起来 祝我们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他笑嘻嘻地挽着我的手 阿姐 我是个怕寂寞的人 你们都要长长久久陪着我才好 说话间衣袖滑落 手上赫然是一串相思紫红手串 萧儿亲手打磨的那串 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 只抬眼偷去萧儿 他含笑地目光落在玉宁身上 轻轻为他抚平衣上的褶皱 你可别压着阿姐了 玉宁便去捉弄他 一会揪他耳朵 一会扯他头发 又抓着他的手 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会算命 看你这手下 日后情路坎坷呀 萧儿挑了挑眉 是吗 玉宁直勾勾地望着他 真的 不骗你 而且你日后会习武 征战四方 文言我失笑摇头 萧儿通古今书籍 写得一首好文章 虽会五腔弄棒 却更想做个文臣 说起这个 温云面上浮现惆怅之色 我知道他最近心中烦闷 先帝留给他的江山满目疮痍 温云即位之际 他的皇叔举兵返了 危难之中 温云将玉宁送走 自己独守皇宫血战到底 这一战 温云赢了 可内有江东王蠢蠢欲动 外有辽国虎视眈眈 他始终不得安宁 自前朝起 大楚和辽国作战时便败多胜少 近来辽国又开始挑衅了 生辰日过后 温云便成日泡在御书房里 忙碌地处理国事 前线没人能顶 我听说 大楚又打了几场败仗 温云好几宿没睡 和臣子商量着调兵遣将的事 过了一个月后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辽国愿意休战 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们要求大楚派公主和亲 温云没有后嗣 而先帝子嗣凋敝 如今唯一没有嫁人的女儿 只有玉宁 而玉宁 堪堪十五 正是带字归中的年纪 所以 他们在信里直截了当地写明了 要求玉宁公主和亲 温云看了信后 气血上涌 桌案上的东西 统统被他扔在了地上 玉宁这次不打招呼 直接闯进了御书房 他在温云面前直挺挺地跪下 哭得声嘶力竭 皇兄 我不要去和亲 辽国那个皇帝 比我们父皇的年岁还大 他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 兄弟 都能要了他的妻妾 女子在那边就是男人的玩物 我才不去 我宁可拿一条白铃吊死 也不要去辽国被人糟蹋身子 他的眼泪落在燕台上 墨水运开一圈圈的涟漪 玉宁哭得太凶 心急突然发作 他倒在温云怀里 一遍遍重复着什么 最后昏了过去 他说得小声 可我离得近 刚好能听见 他说 皇兄 我有心上人了 我有心上人了 萧儿听说这消息后 险些站立不住 他拉着我的衣袖 急得脸色通红 阿姐 玉宁那么喜欢热闹的人 怎么能远赴他乡 是不是只要我们打赢了 就不用送玉宁去和亲了 阿姐 我会功夫 也读过兵书 我现在就去前线打仗 把辽人都打跑 可他一个从没上过战场的少年 怎么可能和辽国带了几十年兵的老将抗衡呢 玉宁醒来后 一睁眼便看见了我 他将头搁在我的腿上 委屈地说 阿姐 我不想和亲 我最怕冷了 辽国的冬天那么冷 我怎么过呀 我怕孤单 你 皇兄 还有萧哥 都不在我身边 这日子我怎么熬啊 我恋家得很 不想离开你们 我轻轻捋顺他的头发 皇上也不同意你去和亲 他让你安心在宫里待着 养好身体便是 真的 玉宁一下子来了精神 连眼睛都变亮了 我不用去和亲 是真的 玉宁和温云早早失去母妃 先帝又偏宠又子 他们兄妹在宫中步履为奸 少时 温云是玉宁唯一的依靠 玉宁是温云的支撑与全部希望 温云舍不得玉宁受一丁点苦 更遑论让他远嫁和亲 于是 温云当众拒绝了此事 朝堂上的臣子们据理力争 甚至有人以头撞住威胁 都没能让他改变主意 温云拒绝和亲后 在御书房的时间更长了 他瘦了许多 眼窝发黑 下巴边的清茶都来不及涕 看着这样的温云 我只觉得心下愈发难受 后来前线节节败退 辽国占了幽州 他们闯进幽州后 先是封了一班满城找女子 在建屋之后 放火屠城 有些运气好的跑了出来 大部分的人永远留在了幽州 成为灰烬 这些事情 温云没让人和玉宁说 可那些老臣 总能设法让玉宁知道 近来玉宁总是出神 萧儿也神情恍惚 每每夜晚总拿了长剑跑去武场 在温云掩在龙袍下的身体愈发瘦削时 玉宁突然跪在了大臣下朝的路上 恳求皇兄 准许我远嫁辽国 满朝文武皆在 嘈杂的宫门口忽然一片死寂 还是温云掀开了口 公主近来身体不适 怕是稍糊涂了 还不立刻将公主带下去 婢女做事要去拉玉宁 玉宁挥手甩开他们 笔直地跪在那里 本公主没有生病 本公主清醒得很 她看向了温云 雨声铿锵 句句清晰入耳 皇兄 幽州备战 撩人屠城 连不到车孤路高的孩童也被残杀殆尽 幽州的火烧了整整十日 不知烧掉了多少性命 今日他们战的是幽州 明日呢 举兵南下 下一个是宾州 明州 还是冀州 玉州 我若不嫁 还有多少黎民流离失所 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玉宁的眼眶有些泛红 像是边疆的鲜血溅上了她的眼尾 皇兄 记得以前我和你说过的惠方神 他给了我二两银子 让我吃了一个月的药 他和阿姐一样 也是个鼎鼎好的人 可他也死了 死在了幽州那场屠杀里 他嫁阿虎给阿姐去了封信 阿姐没让我知道 可我还是偷偷看了 他们便污了惠方神 砍掉她的四肢 斩下她的头颅 那屋子里好多好多的女尸 阿虎连哪个是她娘都不知道 她擦干眼泪 倔强地仰起头望着温云 皇兄 我是公主 既受天下支养 就该回馈天下百姓 换大楚太平 她重重磕头 磕破了皮 求皇兄让我去和亲 温云铁青着脸别过头 似是不忍再看 可玉宁却一遍遍磕头 磕得额上有淤青 也有残血 皇兄一日不肯 我便磕上一日 磕到皇兄答应为止 秋风萧瑟 吹得人心惶惶 在人群看不见的角落 十六岁的少年双手捂住脸颊 发出困兽一样的低吼声 那是和亲公主的心上人 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那些臣子齐刷刷跪了一地 就这么跪在温云面前 公主大义 求皇上准许公主和亲 公主大义 求皇上准许公主和亲 温云再也没有退路 她蹲下身 按住玉宁的肩膀 你 真的想清楚了吗? 皇兄 我想得很清楚 让我去吧 我给你拖延时间 你壮大兵力 日后让他们乖乖送我回来 温云的眼眶红了 她似有千言万语想说 张了张口 终究只能哑声说了句 好 谢皇兄成全 她脸裙跪拜 而后回眸 看向了人群厚的少年 她朝着她笑 晃动着手上的香丝子手串 她也挤出一个笑 可是秋风太吵 吹得她满脸是水 那天回去 温云想朝玉宁发脾气 问她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可看着她额上的伤和苍白的脸 终究是心疼地说不出责备的话 你不是怕冷吗? 辽国那么冷 她笑嘻嘻地挽着温云的手 皇兄多给我背点后凹子呀 我要粉色的 有太阳味道的那种 我忍住哽咽 可你不是怕孤单吗? 你怎么舍得呀? 玉宁抱住了我 所以 阿姐要常常和我书信往来 她是个通透的姑娘 总能安慰好自己 温云封她为护国长公主 给她背了厚厚的嫁妆 嫁衣做好的那天 她看看玉宁 又看看萧儿 终究是摇了摇头 公主和亲 需要使臣护送 这使臣是谁 前朝讨论得不可开交 他们拟了许多人选 一番争执过后 温云一个也没选 她莫比一挥 写下了两个字 元宵 萧儿送玉宁出嫁 玉宁听后 笑折点了点头 此行慢点走 将近一个月 我还能再见她一个月 真好啊 我也想去送玉宁 玉宁却拒绝了 她给我披上外衫 阿姐 你别折腾 萧哥送我就好 你帮我陪陪皇兄 好吗 她明明心里也难受 可什么都说不了 她拉折我的手 蹭着我的掌心 阿姐 再给我做一次面汤吧 以后去了辽国 我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鸡蛋面了 傻子 我听说辽国那边的面食可好吃了 保准比我做得还好吃 玉宁听了后很高兴 她启程的前一天 我们四个人围在圆桌边吃鸡蛋面 四个人都默默无言 玉宁吃得很慢很慢 每一口都细嚼慢咽 像是以后再也吃不到一样 不会比阿姐做得好吃 阿姐的面 是家的味道 玉宁眉头眉脑 来了这么一句 今天的鸡蛋面太咸了 又咸又苦 一点也不好吃 难吃的温云捂住脸 肩膀颤抖不已 我第一次看见温云哭 她发不出一点声音 指缝却一片闲尸 哭什么呢?是不是怕想我呀? 想我的时候就抬头 看看天 如果天上挂着明月 那就是我也在想你们 她笑得没心没肺 可最后哭得爹坐在地的也是她 这个晚上 好像没有皇上公主 没有贵人下人 只有四个爱掉眼泪的可怜虫 我和温云送到了京郊 剩下的路交给萧儿来送 回去后 温云神情恍惚 差点被门槛绊倒 我扶住了她 她呕出一口鲜血 歪倒在我怀里 醒来后 温云和我说了很多的话 从小时候说到她二十三岁 说玉宁从小就娇蛮任性 喜欢绫罗绸缎 喜欢鲜艳的东西 说玉宁护短 她被先帝罚不许进食 玉宁偷偷在身上塞了个热馒头给她 后半夜温云起了高烧 人都稍迷糊了 一会把我认成她娘 哭着说 母妃 对不起 我没护好妹妹 一会知道我是原生 紧紧抱着我 阿生 你坐镇的皇后好不好 恍惚地她以为玉宁没走 在半梦半醒之间倾诉着对我的爱意 后来温云病好之后 人却沉默了起来 那晚的是绝口不提 在一个十五的夜里 温云突然约着我出了宫 温云一副寻常书生打扮 和我一起穿梭在街巷之中 今日不尽夜 街上人来人往 商贩在吆喝 娘子在还嫁 天子脚下 最是繁华 战火没烧到这里 他们都在过着平凡的小日子 温云从小孩手里买了桂花钗 粘到我的发上 又和我一起放了斩盒灯 今夜的圆月不羞涩 笑嘻嘻地挤破云层 挤到人前 温云说 你看 玉宁想我们了 她又说 阿生 我该娶妻了 她语气平淡 我的心却莫名提了起来 我们一起坐在河边 看着花灯在这心院越飘越远 我托腮问她 是娶哪家的姑娘呀? 晋国公府的大小姐 温云的声音变不出喜怒 像在聊天期一样平静 他们说 她秀外惠中 惠之兰心 惠是个贤妻 那恭喜皇上了 我向她道喜 阿生 我想过娶我喜欢的姑娘 温云转头看向了我 笑着缓缓摇头 可是我没有办法 江东王蠢蠢欲动 若是和晋国公勾结 只怕又要内战了 阿生 欲宁为了大储能远嫁和亲 我只是娶个国公的女儿而已 和她比起来 我已经幸福太多了 不该抱怨地 温云一边再笑 一边碾着袖口 你说 对不对啊? 可她并不想要我的回答 她笑得好苦啊! 阿生 我本来想在婚事上任性一回的 可欲宁和亲那日 我就知道 万般是由不得我做主 她凑近了我 长长的睫毛落在我的夹上 我可以抱抱你吗? 远处的花灯像是水里的星星 揉皱了一池平静 我听见自己说 好 温云张开双臂 轻轻拥住了我 很轻很轻 若不是我肩上的衣裳湿了 我几乎感受不到这浅长辙止的拥抱 她匆匆离了身 缩回手 仿佛生怕亵渎了我 阿生 还有件事情 朕想问问你 她用酿了一池春水的毛子望向了我 你愿不愿? 那时 我在想 若她再问我愿不愿意入宫为妃 我该如何回答 十六岁的袁生 从容地摇头拒绝 二十三岁的袁生 沉溺在她的温柔里 想过要答应 可她没有问我这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入前朝为官 以阿生的才能 做个小小的上仪 太过可惜 你可以入朝为官 辅佐镇治理河山 我一时愕然 大楚从未有女子入朝 大楚从未胜过辽国 可朕要收复失地 将辽人打回老家 大楚从未有女子入朝 可总有第一个人出现 阿生 你不想试试吗? 这几年 我将上仪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温云潭正式时也不避着我 有时还会过问我的看法 只是我没想过 她存了这个心思 就像七年前 她问我要不要入宫做女官一样 这次 我在她期待的目光下 依然点了点头 好 后宫迎来了她的女主人 靖国宫之女 陆远 陆远入宫之后 与我见过一面 我听说她身边的嬷嬷提醒她 娘娘小心这缘大人 她和皇上之前可传过不少风言风语呢 陆远边沾着朵鸢尾花 是吗?结果第二次见面 她就将我请进了长春宫中 长春宫费了好多年 她一来 便有了生机 陆远在长春宫里亲自播种 种满了蓝色的鸢尾 她也没有为难我 只是和我有一茶没一茶的聊天 陆远举止得体 端庄持重 倒是和传言中一模一样 后来见面次数多了 我发现她会在长春宫里偷偷藏酒 她不喜欢女宫针线 一柄红鹰枪能舞得虎虎生风 吃多了酒 她的话就会变得很多 那日约你聊天 只是我太寂寞了 这宫中没有女子和我谈天 端庄的皇后一扯群居 大马金刀地坐下 去她的皇后 谁想当皇后啊? 要不是怕我爹心术不正 怕他和老十字将东王勾结 我才不入宫呢?陆远说者 朝我招了招手 我爹总催我和皇上要个孩子 可他不知道 我和皇上至今都没有圆房 啊?皇上他?不行吗?陆远哈哈大笑起来 你还敢造谣皇上?胆子倒很大吗? 不是他不行 是他不想 我也不愿 所以阿生 如果你们有情 你可以和他在一起啊 我又不在乎 我哑然失笑 那你在乎什么? 你知道幽州吗? 他突然问我 我当然知道了 幽州城破 惠芳身死 欲宁远嫁 我点头之后 他却怎么也不肯再说 只看着满宫里的冤尾 正正出神 就像这冤尾花上 有故人等他 从辽国回来之后 萧儿投军了 这个一心想做文臣的少年 做了一次使臣后 选择了提刀上战场 江东王还是反了 萧儿跟着罗老将军奔赴前线 他还真有作战天赋 罗老将军都说他是百年难见的天才将领 大军势如破竹 将东王节节败退 最终兵败自枪 萧儿打了圣仗 被封为云齐将军 他日日早起晚睡 和将士们同吃同住 说一定要打磨出一支铁军 我见他的次数愈发少了 只知他瘦了 黑了 结实了 也有男子气概了 转眼又到了我的生辰 玉宁修来书信 说他在辽国一切平安 萧儿从京郊赶回来 为我庆生 温云做了一桌子菜 带上路园 四个人一起围着园桌吃饭 打开窗子 如水的月华照在我们身上 就像玉宁也在我们身边 温云今日很高兴 多喝了两杯酒 他说他和辽黄商量了一番 辽黄准许玉宁下个月回处探亲 萧儿闻言 杯子没拿稳 掉了下去 陆远已经懒得在我们面前装贤惠了 当即拍着桌子笑话萧儿 则 激动傻了 温云朝我笑道 等玉宁回来了 我们就把她留下来 再不让她走了 好不好 过去的大厨积贫积弱 众文轻武 我和温云都清楚 当年幽州之所以有数万王魂 玉宁之所以要远嫁他乡 都是因为大厨太弱了 所以这几年我们配合 隔除石壁 文武齐抓 推出新政 大厨修养生息了五年 除了个天才将领和许多能臣良将 再不怕被撩人追着打了 不过朕这妹妹金贵 到时候上门求亲的人多 也不知道某人能不能抢得过呀 萧儿到了杯酒 轻抚着腰间绣着红豆的荷包 笑而不语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萧儿甚至开始盘算起去玉宁的聘礼 下月初八 玉宁就要回家 我们都在期待 不知道二十一岁的小姑娘现在是何模样 可我们等啊等 都没有等来玉宁 撩人没有放玉宁回来 因为撩黄死了 他的儿子即位后 强行霸占了玉宁 没两日 他的叔叔就把他从皇位上薅下来 玉宁成了新皇的侍妾 尽管大楚多次派人交涉 可新皇就是不肯还回玉宁 甚至修书一封 嘲弄道 你们大楚不是最看重礼法吗? 侍奉了三个男人的公主 如同娼妓 要回去是宋青楼吗? 气得温云撕了书信 萧儿举兵就要北上 那日温云覆手而立 遥遥望向了北方 打!给朕打! 打得撩人吐出轻湛的国土 俯首称臣 打得撩人从此不敢挑衅 恭恭敬敬把玉宁送回来 得知萧儿要去幽州前 陆园破天荒地找上了他 他折了一把鸢尾 挑了最漂亮的一只递给萧儿 帮我把它插到幽州的废墟上 他在那里 他喜欢渊伟 原来 红衣烈烈的少女和白马笑西风的将军也曾情深如许 他们在蓝色的渊伟花海中相爱 可后来敌军来犯 将军守国 与城同破 他的心上人换上红装 为祖内乱 嫁入宫中 热爱自由的少女 进入了围城 从此仰头只有四角天空 干枯了也不要紧 他知道我的心意就好 萧儿带走了那朵冤尾 稀济地盼着他的相思早归 萧儿当真善于带兵 第一战打得撩人措手不及 扬了大楚士气 大楚姬若时 大批的铁血男儿明知必败 仍用血肉身躯为来者铺路 如今 大楚军一路高歌猛进 打得撩人抱头鼠窜 打到最后 撩黄想出了一记阴损的法子 若不休战 公主记齐 他们将御宁吊起 挂在城楼上 说若不停手 就割断绳子 萧儿在千军万马中回眸 隔着马蹄银甲 瞧见了阔别多年的御宁 离得太远 他看不清御宁的样子 只知他痛苦难当 那日萧儿退了兵 军杖的灯火彻夜通明 军报传到皇宫时 温云和我对坐了一夜 舌打七寸 撩人是摸到了我们的软肋 第二日 他们见萧儿仍未退兵百里 又一次把御宁带上城楼威胁 他们逼迫御宁 要御宁喊话 命令楚人撤退 面对着底下乌泱泱的士兵和萧儿 御宁停静地开了口 我是大楚的公主 受黎民公养 为苍生和亲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今日在此 楚国众子弟听命 不战而退 视为耻辱 楚人永不投降 公主绝不叛国 话音刚落 她喷出一口鲜血 唇色发青 竟是中毒 万间红得低血的 香丝子手串不见了 香丝子有剧毒 她全部磨成了粉 对着水灌下 公主想自枪 不想成为敌国 用来拿捏母国的工具 可他们看得太严 公主手里没有刀 没有针 也没有毒药 她只有心上人送的香丝子手串 手串磨成了粉 了结了她的性命 也解了她的痛苦 护国长公主 毒发身亡 撩人深绝被她戏耍 气得连砍她三十二刀 刮花她漂亮的脸颊 剁碎她历经沧桑的身子 而公主 最后一句遗言 留给了袁将军 她说 萧哥 带我回家 玉宁死后 楚国将士悲愤 萧儿再无顾忌 一路杀红了眼 将辽人赶回了老巢 开国一百余年 楚对辽 第一次大获全胜 可是玉宁的尸身找不到了 她成了肉泥 混在辽人的尸体中 萧儿徒手翻遍了每一处 也找不到她的头骨 被俘虏的辽人说 辽黄恨极了玉宁 让人用废水煮了她的头 混着酒赏给大臣吃 原来 香丝子粉 玉宁不仅自己服了 还偷偷下在了辽黄的饮食里 辽黄中毒已身 要食无医 没多久就死了 大楚扶持了一个新的傀儡辽地 抢来了仙辽黄的尸身 萧儿说 她怎么欺负玉宁 她就变本加厉地还回去 消息传回京中 举国称赞公主大义 宫里的几个人却各自伤心 温云霸朝两日 将自己锁在她和玉宁幼时居住的宫殿里 我回了甜水井的旧屋 看着玉宁躺过的小床 正正流泪 我们都以为她要苦尽甘来了 都想着怎么哄她高兴才好 可小姑娘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意了 玉宁和亲前 和我说 阿姐 我这一生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就是跟着你和萧哥卖汤面 那也是我这一生最平淡美好的时光 萧儿回来时 带了玉宁的旧衣物 玉宁葬入黄陵 因为没有骸骨 只能立个衣冠种 下葬那日 明明是清风细雨 可温云的脊背一下子就弯了下去 那夜原本云层很厚 可月亮还是出来了 同样的月华落在不同人的身上 我的小姑娘 她在思念我们呢? 恍然间抬头 我才发现 温云净生了许多白发 明明她还不到三十 这些年 她把自己逼得太狠 落下了一身毛病 萧儿第二日来找我 阿姐 如果我这辈子都不娶妻的话 你会怪我吗? 我轻声问她 若阿姐不嫁人的话 你会嫌弃吗? 萧儿摇头 不会 那么 我亦如此 萧儿对秦爱没了兴致 眉眉总是抚摸着红豆荷包出神 几年征战 折腾的她也是一身伤 可萧儿没有留在京城休养 她去封杀最大的地方戍边 她说 将军守国门 这是将军的使命 玉宁走后两年 温云染上了咳疾 她倒好 自己都没和皇后圆房 竟然开始催我出嫁 挑了几家公子给我后 我问她 皇上想我成亲吗? 温云一正之后 叹了口气 朕和玉宁 都希望你能过得好 可我现在很好了 官拜尚书 有府邸 有俸禄 人人尊重 我有知己 有贵人 有兄弟 缺的是妹妹 不是相公 自那以后 温云再闭口不提此事 陆园宫里的冤委开了几茶后 她终于忍不住告诉温云 说自己想去趟幽州 温云允了 她一向是个好说话的人 从幽州回来后 陆园了了一桩心愿 在大臣的催促下 她和温云要了孩子 这当真是近些年来最最最好的消息了 温云说她要教孩子叫姑姑 日后去玉宁坟前 让她好好听听 我说教孩子做汤面 萧儿说教她打仗 陆园兴兴地说 她要教孩子酿酒 回头酿最好的酒给我们吃 她不爱做针线 却还是给孩子缝了许多小衣 陆园至今不会锁边 锁性筒筒不锁 一股脑塞给了我 月份大了后 她就坐在躺椅上 摇曳在渊尾丛中 懒懒眯着毛子 阿生 你说 这孩子会听话吗? 要是和我幼时一样顽劣 这可如何是好 我们都期待着这个孩子的来临 期盼着她能为死气沉沉的宫里添几分生机 十月初二 孩子出生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天 陆园从正午就开始不逝 三个接生嬷嬷围在她的床前 宫女端着清水进来 又抱着血水出去 陆园的痛呼 一直持续到了夜里 温云急得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来回踱步 一遍遍地询问屋里的情况 接生嬷嬷说 陆园难产了 最老的那个颤抖地问温云 皇上 是要宝大 还是宝小 温云想也不想 务必保住皇后性命 我在屋里陪着陆园 她额上全是汉氏的发 双手成全 四汗出生 我没生养过 头一回见识到 女人生孩子这么可怕 我握住了她的手 她将我的手掐出血痕 我却不觉得疼 只觉得心里难受得紧 到了此时 她的声音渐渐弱了 意识也开始涣散 我听见嬷嬷说 看见孩子的头了 她好像回了点神志 攥着我的手 目光坚定 这样的眼神 让我想到了我娘 陆园拼尽了全力 一直熬到饮食 终于生下了孩子 孩子坠地时 哇哇大哭 温云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慌了 朕不是说了要饱大吗?皇后呢?皇后她怎么样?她再也不听劝阻 冲进产房 皆生嬷嬷抱着孩子 皇后也好 她添了个小公主 温云这才松了口气 千姓万姓 总算有一件事情顺顺利利 陆园说她想看看公主 嬷嬷将公主抱到了她的面前 她抬起手 轻轻拉住孩子的小手 脸上才刚露出柔和的笑 却又立刻痛苦地醋眉 接生嬷嬷掀开被褥 这才发现底下鲜血淋漓 陆园在产后大出血了 温云封了般喊来候在门外的太医 要他们一定救下皇后 可皇后血崩 太医无力回天 陆园只见了孩子一面 还没教会她酿酒 还没为她穿上自己亲手缝的小袄 就没了气 我和温云在她身边 一遍遍地换她名字 她只慢慢合上眼 垂下手 我哭着问 长春宫的渊伟花呢?你要是赶走 我就把渊伟连根拔起 她终于肯理我们了 万籁俱忌 只剩她的声音低不可闻 却重重打在我和温云的心头 她说 幽州 把我葬在幽州 求求你了 生时她是中宫 死后她只做路员 她想她的小将军了 她要去寻她 温云答应了 朕把你送到幽州 在幽州城 种满冤尾 路员笑了 她是笑着离开的 我却跪在床边 气不成声 我留不住路员 就像我阻止不了十六岁的玉宁和亲一样 万般也由不得我 温云守了路员一夜 连孩子都顾不上看 帝王抱息坐在地上 将脸埋在壁弯里 抬头时 她的衣袍全是水渍 她想安慰我 想朝我挤出一个微笑 可她笑不出来 落下两行青泪 声音哽咽又沙哑 阿声 朕又少了一个亲人 母妃没了 玉宁没了 路员也没了 是不是朕天命犯估 注定留不住亲人 你别也走在朕的前面好不好 求求你了 我拉着路员的手 想劝她两句 心里却堵得厉害 只觉得这日子 怎么能这么苦呢 路员的子宫停放三日后 下葬了皇陵 她的遗体 被温云悄悄放入了另一个关中 一路北宋 运往幽州 我伸手接住绵绵秋雨 忍不住想 这个时候 她一定和她的小将军团聚了吧 她生的那个小公主 温云取名温念 温云很疼念念 将她带在身边亲自照顾 她把念念养得骄纵得很 像极了少时的玉宁 念念会说话后 她拉着念念去了皇陵 喊母后 喊姑姑 至于我 念念也叫姑姑 她的模样像路员 性子却像玉宁 总爱吃我做的鸡蛋面 喜欢将头搁在我的膝上 让我给她讲故事听 后来的生辰 还是四个人过 我 温云 萧儿 和念念 我们总会将窗子打开 让月华照进来 念念喜欢月亮 她说那是姑姑在和她打招呼 萧儿轻瘦了很多 身上伤痕累累 红豆荷包永远不离身 温云的身体愈发不好了 她担惊劫虑多年 身子亏得厉害 一渴起来就没完没了 那夜 我们举杯对饮 不敢住岁岁有今朝 只但愿人长久 陆远死后 温云没有利后 也没有纳飞 有不少臣子建言 通通被温云驳了回去 他们说温云无子 国作不稳 温云转头和我抱怨 干嘛非要儿子? 朕不是有女儿吗? 念念稍大之后 温云将她送入学堂 太父所授 皆是治国之礼 我明白 温云是想把皇位传给念念 大厨有了女相 再有女帝又如何? 朕不寻什么惯例 朕要做这头一例 只是这样豪情壮志的帝王 身子却孱弱得厉害 温云卧床之后 正式便交给我来打理 我原先还劝她 让她好好养身子 没准过两日就能好 后来我就不劝了 温云开始渴血 我没办法自欺欺人 太医又一次把脉之后 说温云最多再活三年 温云微微一愣 随后弯起眉眼 阿生!你看!朕努力努力 还能再陪你和念念三年 苍天对她其实不算优待 年幼师母 青年丧妹 而后丧妻 但她始终温柔 哪怕身为帝王晋吟朝堂数十载 依然如初见般温柔 温云走的那天 天上飘了小雪 她躺在摇椅上 看着窗外的红梅白雪 突然话多了起来 阿生!母妃喜欢红梅 她说红梅傲雪又有风骨 一到冬天 就要捡下一把红梅插进花瓶 整个屋里都是梅香 可好闻了! 年幼的玉宁淘气 点起脚尖偷偷去摘红梅 被母妃看见了 母妃就拿梅条抽她 她赶紧跑 推开门跑出去 跑进雪地里 憋了娇也不怕 她说血松松软软 摔倒一点儿也不疼 她朝着我笑 阿生!他们要来接我了! 我为她裹紧大厂 不许胡说 念念和我都盼着你再多陪陪我们 她轻轻附上了我的手背 眼神变得飘渺 阿生!有的时候我真后悔 后悔把玉宁从你身边要回来 如果跟着你 她就不用和亲了 可你知道吗? 从你入宫到玉宁十六岁 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我像是踏入了美梦之中 可惜 多走一步 美梦破碎 万劫不复 温云笑了笑 为我完好病编碎发 但能认识阿生真好 我们阿生 是个鼎鼎好的人呀! 皇上也是鼎鼎好的人 雪花落在我的眼睫 他想为我服掉 伸出来的手 再绊到无力地垂下 阿生 念念和大厨 交给你了她弯着眉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把自己逗笑了 我凑近她的唇 听见她说 这一次 终于是别人送我走了 只是苦了你了 阿生 莫哭 温云真的是温柔到骨子里的人 你看 明明是她要走 却还关心着我苦不苦 我从没想过 我一个卖鸡蛋面的姑娘 有朝一日会成为女巷 是温云帮我选了最好的路 又给我铺好了路子 而我这一生 和她最近的一次接触 就是那个明月夜 她给了我一个浅尝辙止的拥抱 比落雪还轻盈 我在这一天 回忆了她这一辈子 先帝留给她的河山千疮百孔 她即位二十年 历经图治 亭内乱 驱寥人 开心正 拓江土 她交给念念的天下 海燕和清 四海生平 她是大楚的好皇帝 可她这一生太不圆满 温云驾崩时 只有三十七岁 将军守国门 天子子社稷 温云留了遗诏 念念即位 我辅国 萧儿领兵 有臣子不满女帝即位 要求从宗族中另选男寺登基 我用铁血手腕镇压 送念念坐上龙椅 又有臣子说我原家势力太大 温云生前 我就和她提醒过此事 她只是笑着摇头 二十年了 还看不清一个人吗? 登基后 念念成熟了很多 当初玉宁因为和亲一夜长大 如今念念也因为温云地离开被迫成长 生辰日的那顿饭 只剩下三个人了 念念趴在我的膝头 看着满天星子 姑姑 你再给朕讲讲他们的故事吧 我说呀说 说得萧儿喝光了桌上的酒 这酒还是路原生前酿的 念念听啊听 听到最后畅往地问我 姑姑 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们还会选这条路吗? 我想了想 告诉她 会的 即便温云知道先帝给她的山河满目疮痍 她依然会坚守 并为此付出一生 即便玉宁知道和亲会受辱丧命 她依然会选择远赴辽国 换取短暂安宁 即便路原知道宫中的风水并不养人 她依然会进宫 只求莫要内乱 萧儿会弃文从武 保家卫国 我也会入朝为官 辅佐帝王 我们都求山河永固 求家国永安 可念念你不一样 先帝为你扫清击壁 给你留下的是清平人间 你不用那么苦地念念靠在我怀里 点了点头 朕比父皇 幸运多了 姑姑 朕会做个和父皇一样的好皇帝 大楚永远不和亲 不割地 不赔款 不纳贡 不投降 小姑娘说出她的豪言壮志 我知道 终其一生她会拼尽全力践行诺言 后来 她在我怀中睡了过去 萧儿也饱醉了 抱着她的红豆荷包 喃喃自语 如水的月华落在我们身上 我闭上了眼 半梦半醒之间 好像回到了二十三岁的生辰 温云做了一桌子菜 玉宁揪着萧儿的耳朵打闹 我在旁边看得笑弯了眼 后来路员来了 问我怎么落下了她 她还拎来了一壶好酒 我们针酒对酌 举杯对月 先祝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再祝此间人长久 千里共缠捐